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礼拜一 大盘间涨26点 我们看一下 大盘间震荡压回 然后再反弹上来 中场是拉尾盘 今天涨26点 今天成交量915亿 这个礼拜的 礼拜天 我到高雄去演讲 我相信大家应该最近都知道 虽然在万点附近 可是行情比较冷 散户进场意愿不高 演讲也是一样 人都很少 当然我的会场每一次人都很多 所以到会场的人说 哇 把人班都没有什么人 张艾铭你办什么人 还是这么多 这是我这个礼拜 礼拜天到高雄办演讲 这个一样 整个教室都坐满了 演讲的会场 其实我的每一场演讲 几乎都是满满的人 不管在台北 不管在台中 不管在台南 不管在高雄 都一样 都是满满的人 每一场这个会议厅 每一场演讲厅一定是客满的 不管在哪里 台中 台南都一样 当然到会场的时候 跟观众 投资人第一步 面对面接触 说真的 这个没有真功夫 是没办法去演讲的 因为客人一问 把你问倒了 当然为什么你会问说 为什么张艾铭你的人 都是那么多人 那同样的我会问投资朋友 你为什么还听我演讲 投资朋友就会说 你最準了 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说 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这一次三档最重要的股票 转空有提醒 全市场只有你 哪三档 核旺嘛 核旺跌17根跌停板跌了82% 在3月20号 唯一讲核旺不能再追 要出场的只有张艾铭我 第二个就华雅科 华雅科从去年8月讲到现在 第三个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500提醒观众不要再追了 反压重重 不能再追了 三档股票 群市场最重要都是最重要的股票 最有代表性的股票 有讲的只有我 所以他说我比较准 就等下来会场听我演讲 当然来之后还是很多投资人 他们都会有一些坏习惯 当然我也不想讲太多了 他们说张艾铭你可不报个名牌 为什么要叫我报名牌 他到别的地方演讲 也是要叫人家报名牌 报了名牌之后 为什么还要来听我演讲 一定不准嘛 才要来听我演讲嘛 如果名牌很准 你就去参加别演 干嘛来听我演讲 一定不准 然后又赔很多钱 又踏了一屁股的股票 对不对 来 报名牌很简单 就叫你抬教了 为什么说报名牌就叫你抬教 我不报名牌了 你看我解盘这么久了 15年了 我哪天再推荐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很好 赶快去买 这个一定会涨到多少钱 这个本益比很低 我从来不讲这个 报名牌就是叫你帮他抬教 为什么 没有人会事先告诉你名牌 然后再一起跟散路去抢股票 没有这种事嘛 所以报名牌就是叫你帮他抬教嘛 他已经早进场了嘛 这道理你懂意思吗 这么好的股票 我不叫缴钱的会员买 然后叫那个没有缴钱演讲的观众买 那怎么对一起这缴钱信任我的这个会员 不可能啊 所以一定怎么样 先买了嘛 甚至有些人自己也在买啊 然后最后被停牌也有啊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嘛 没有人会事先告诉你名牌 然后再一起跟你去抢嘛 那不可能嘛 所以不要再相信这些东西了 报名牌就是叫你帮他抬教嘛 说出来就这样了 所以我不做这种事 不管电视也好 不管那演讲场 我不会讲这种东西 那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 因为很简单 我讲了股票 很客观 我带给投资品的观念是正确的 他觉得来我会员 他会学到很多东西 所有演讲每一场都会报满 那记得 观念造就行为 为什么你要每天要给你报名牌 电话打进来也是要名牌 这个盗会场也是要名牌 所以这些人最后很简单嘛 一定套一屁股的股票 反正你喜欢报 好好就报给你了 报完结果只有两个嘛 一个是准 一个就不准嘛 准你就来入会 要不准就算了 反正也不可能 对不对 100个来进来 50个入会就好了 那就给你乱报嘛 服务人员就给你乱报 其实也不一定会问分医师 就给你乱报 100个打量进来就报不同的嘛 对不对 那很简单 50个准就好了 那收这50个会 那那个不准就算他们倒霉 我不做这种事 所以你会发现 你报名牌 你要名牌 就算准了 你参加也不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一直在重蹈这种覆车 没有消费者付费的观念 每天讲吃不要钱的便当 最后当然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观念造就行为 你要吃不要钱便当 当然就变成出货的对象嘛 对不对 观念造就行为 因为你有这样的不要钱的观念嘛 所以你才会要名牌嘛 这个行为造就什么 决定你的命运嘛 只有你的命运就是被出货嘛 不然就是叫人 帮人家抬轿嘛 所以不要再这样了 投资朋友这个动作不要再有了 这个不应该有的动作 你要记得我先跟你讲的话 那我们看今天很多股票又跌下来了 351 454 拉回23% 那你看这样一波的拉回 今天破低点 半年低点 那所有买进全部套牢 当然很严重啊 但是你在回想这半年内多少 你跟你讲这些股票很好可以买 对不对 哇 赶快买 赶快买 最后呢 全部套牢 今天破低点嘛 全部套牢 为什么这半年内 我不会跟你讲 你要去买这种股票 为什么 一定有原因嘛 来 这是你看的K钱 这是我看的 这是你看的 这是我看的 哇 这反铁好沉重喔 这么多反铁啊 对不对 这种股票我不会叫会员去买 我也被在电视上讲说 这股票多好 你们赶快来买 我更不会到会场去 你要报名牌 補你一支名牌啦 一支啦 然后你马上就套牢了 对不对 不会啊 为什么 这反铁太沉重了 这种股票你就是不能碰 你看我今天讲完节目 你会觉得你收获很多 懂意思吗 除了我演讲你不要到处听 我不演讲你就不要去了 你去你听到也是没有用 跟你乱报嘛 所以你看这辆股票你想想看 这半年内多少人跟你讲 哇 这体感游戏啊 这销到俄罗斯啊 销到美国啊 销到哪一国 全世界都有啊 销入很大 这本利比很低 这个将来股价有爆发性 为什么往下跌啊 为什么跌破半年低点啊 它应该涨到这里才对啊 为什么跌到这里 半年低点都跌破了 哦 原来是反铁太很沉重喔 对啊 你知道会不会已经感觉已经套二十几%了 是不是很可惜 我们再看这档 今天跌停盘 哇 你看这反铁太早就出现了 一大堆反铁啊 虽然你看这半年内张宇明不讲这种股票 谁最会做志情 大家都说我最会做志情 因为我志情 光一档志情 赚的比他股价还要高啦 懂意思吗 他当时股价大概三百六 赚快四百 所以全市场志情做得最好 大家都说我啦 大家都说我最好 但是我为什么现在不讲志情 这反正这么沉重怎么讲啊 你买进去也没用啊 你看这里拉上来 哇 创新高 你看到创新高 我看没有啊 根本没有翻多啊 所以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买到这个点喔 这点三百喔 今天两百四十五 看到吗 为什么 这没有翻多要怎么追 你看涨你就追了嘛 对不对 你看涨你会觉得不好嘛 你一定觉得很好啊 对 它是不是涨上来 喔 好漂亮喔 这不创新起的新高 你会很想追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 不行啊 这以后没有翻多 你又看有翻多吗 没有啊 所以你追进去最后很简单 这里三百 这里两百四十五 你看一张就赔了 五万五了 所以你看这一段时间最少三四个月了 赵一铭不讲事情 为什么 没有多坨啊 这反应很沉重 我知道这股票不会涨 所以我就不讲了 懂意思吗 来 哇 要名牌对不对 这都是演讲上啊 观众有跟我讲 说哪一个人都在讲这些股票 爆人家名牌 结果你看今天又破底了喔 所以你要去演讲的时候 从这边喔 记得 不要随便要名牌 要名牌也没有用 这个就是演讲的名牌 这不是我讲的 这股票是不能买 我在这个频道已经讲很久了 当然不相信的人就去买 马上就破底啦 今天破底 来 为什么这股票不能买 那就三线跌破 哪有为什么 最后他不是破底给你看嘛 所以这种格局你不要去买 更不要想要到演讲去听名牌 没有用 我不演讲你就不用去了 懂意思吗 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 这股票不能买 大概只有张一鸣 有没有 哦 你看都跌快五成了 为什么会这样跌 天哪 不早就转空了 那你买这种股票很简单 就学会就搅不完了 光这一段跌下来 就自己喔 跌下来 哇 47%了 那几乎五成啦 你买一档股票就错五成 1000万就赔掉500万了 那你再买第二档你就不要玩了 买错你就完蛋了 所以不要随便去啊 问名牌 我没有出门 你也不要随便去听演讲 因为告诉你的人 不一定是正确的 懂意思吗 来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喔 来 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 你有没有结果这句话 常常跟你讲 有啊 你再想一下 那你去买这种股票做多哪有用啊 最后呢 三个月后你发现 哇你财产怎么去一半了 为什么这样跌 那就空头隔去啊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常常跟你讲 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 有些人说我很急我很急 输很多钱了 想要赶快翻本 你几个不能参加错了 你越急判断力越弱 你越容易错 你参加错财产一档股票错财产就一半不见了 想要听不用钱的爆名牌 有啊 这就是名牌 这就是别演讲会场的名牌 一跌就是五成 你就哭了 到时候你会越来越痛苦 因为你压力越来越大 这才是你要的投资嘛 对不对 要赚到钱 那请问赚到钱要不要错对方向 你连方向都搞错 你怎么赚钱 不可能 第二个赚到更多的时间 你不要一天 花卉很长很长 所以在股票上里面 早上五点起床看报纸 看八份报纸 到一点半收盘了 休息一下 五岁也睡不好 因为股票可能套牢 开始上网找资料看新闻看分析 搞了半天 晚上不敢睡 看美股看到两三点 隔天五点也要起来 同样你有赚到你的生活吗 赚到你的生活品质吗 赚到你的时间吗 钱也没赚到 生活品质也没有顾好 时间也浪费了 那你的股票市场干嘛 你不如不要来算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这三个做不到 那不是股市投资 那是在折磨你 找罪受了 那是折磨 真的是折磨 忙了要死 然后生活品质也不好 赔了一屁股 何必呢 原因是什么 股票买错方向了 不要让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如果让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就很可悲了 所以让你做错方向 你钱越来越少 你回家路就越来越远 所以很多股票 你看今天跌 它都早就有迹象了 只是你不晓得 它已经转空了 然后你傻傻去买而已 真的把我举个例子好了 来 两名 今天跌停板 那你看今天跌停板 它高点拉回已经跌五成 跌三成了 这样已经三成了 你看没有 两个月而已 已经三成了 那我们看这一段 到底什么架构 哇 这高档转空了 如果你卖在这里多漂亮 对不对 但是不到现在 今天跌停板 这一段就三成了 有没有 这一段就三成了 所以想想看 你买这种股票 最后配了三成 你不会觉得很不值得 今天跌停板 跳空跌停 喔 问题早就转空了 要不今天才转空 所以很简单 不要把方向做错了 方向做错了 你回家路就会越来越遥远 不是一档而已喔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中壘 今天一样跳空跌停 但是它跌停 你看今天跌停没错 你看它转空多久了 它已经转空有 大概两个月了 没错嘛 那你抱这两个月要干嘛 给干扣了 这增加你的困扰而已 对不对 今天礼拜一 中美食也跌停 它跌停 最近就好了 不要算太远 这一段就已经37%了 那你看这一段架构是什么 除了这里有没有转空 如果有 你干嘛抱到现在 那如果这里很多反尼亚 你干嘛抱到现在跌停板 有啊 这里就这里 有啊 转空了 这里很多反尼亚 那你为什么抱到今天跌停板 它不早就跟你提醒 你这股票该出了吗 还提醒了三次 有吗 有啊 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跟你讲 该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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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出 今天跌停板 昏倒了 所以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 脚步越来越沉重 为什么 因为你该卖的股票没有卖嘛 因为 你做错方向了 那最后 你的痛苦啊 指数就越来越高 来 还有吗 比如说来 今天跌停板 问题它早就反尼亚出现了 一个 两个 三个又来了 对不对 也不如今天才出现反尼亚 这早就有反尼亚 早就有危险了 所以看完这个股票 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有一个基督徒 他很虔诚 非常虔诚的信仰耶稣基督 他不管什么事都跟他祷告 上帝 祷告阿们 对不对 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他在做股票 做不顺 就有一个 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了一段小故事 就说有一个人 很虔诚 有一天他去游泳的时候 溺水了 那溺水的时候 他就开始祷告 上帝赶快救我 我现在溺水了 就说岸上有一个游泳队的队长 跟他女朋友在岸边散步 看到有人溺水 不话不说跳下去了 然后游泳 哇 赶快赶快游过去 游完之后到那边 要把这个溺水的基督徒把他救起来 这个基督徒跟他拒绝了 不用不用 你不要救我 上帝等一下就来救我 你不要来救我 谢谢 然后这个游泳队队长 人家不让他救 他只好鼻子摸了 再游回岸上去 弄了一身诗 本来想要表演一下救人 让女朋友看 结果也没有 人家不让他救 就只好走了 过了一会 一台快艇 消防局的快艇过来 有人报案说河边有溺水 刚好快艇在附近 他就开过来的 要来救他 来来来来 赶快赶快赶快 哇把他救起来 你快淹死了 赶快赶快救你 这个基督徒说 不用不用不用 你不要救我 等一下 上帝就来救我 我跟他祷告 他等一下就来救我了 人家不让他救 消防局也没办法 不让他救啊 他只好快点开走了 再过一下 一台直升机 海鸥直升机就来 纠缆直升机就来了 从空中盘旋下来 然后一个人就吊挂下来 救这个溺水的人 结果这个溺水 你看到海鸥直升机 看到这个空中盘旋下来 要救他 他又把他拒绝 第三次又把他拒绝 不用不用不用 我不用你救 等一下上帝就会派你来救我了 不让他救啊 没办法 那个海鸥直到飞走 最后这个人 基督徒溺水了 死了 当然他可能做很多善事 后来他就到天堂去了 到天堂的时候 刚好看到上帝 在那边喝下午茶 他就跑过去 质疑上帝 那你为什么都不来救我啊 我这么虔诚的信仰你 当我溺水 你怎么都没有来救我啊 上帝说你是谁啊 我是某某 有啊 派了三个人去啊 一个游泳队队长 一个救生艇 海鸥直升机啊 有啊 有啊派了三个人啊 你不让他救啊 是这样喔 上帝有派人去 他不让他救 就在讲什么 就像讲某些人一样 他很固执 他股票做素 人家要帮助他 他也不要 然后自己在那边很痛苦 他又做不赢 然后压力越来越大 何必呢 所以当有人伸出热情的双手 要帮助你的时候 你也印证过了 你没印证你干嘛到会场来 你一定印证过了嘛 对不对 你觉得我不准你干嘛到会场来 印证过要救他 要帮助他 他还不要 那就没办法了 那只能去找上帝 他没办法 上帝派来 要帮助他 他也不要 那就没办法了 同这边 就是基督徒 溺水基督徒 跟上帝祷告 救命的小故事 需要用这个小故事来提醒你 当你身边有人要救你的 可以帮助你的 你要把你的手伸出来 懂意思吗 不要让回家路越来越远 我们这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通向大家的动机 故事 器蜜疙 专利复合式岛块 水满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俄牌器蜜窗 2987 1111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讥效为根 专业 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 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币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捡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 29131333 欢迎回到现场 有些股票其实你会觉得很困难 但是有天把它说穿又变得很简单 那如果把很困难的股票操作变得很简单 这个就是很高的功力了 对不对 来 华尔科有人说 可不可以买 请问它有翻多吗 没有啊 没有怎么买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去抢 懂于是吗 这没有翻多你不要去抢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看到一档股票这样回落落 哇反而非常沉重 你就不要去碰 这已经拉回快五成了 它不接近才转空 这早就转空了 去年八月就转空了 所以你从七年八月抢到现在 你财产50%不见了 千万不要去买 懂吗 为什么 这没有翻多你怎么买啊 要么你等翻多再说嘛 听懂意思吗 来 形象 今天跌停板 差点跌停 那你看今天大跌 你早就转空了 早就格局就不对了 听懂意思吗 郁金光 一样啊 礼拜有跌停 这什么格局啊 不是反而要很沉重吗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股票 你就不要去碰了 就这么简单 对啊 就这么简单 基本道理你搞懂很多股票 你就不会做错了 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鸿海 哪一个投资人 为什么鸿海都没有涨 鸿海来 你看一下 有人一直在推荐鸿海 为什么在这里推荐 反而盘了两个月都涨不动 今天好不容易跳空 拉红棒上来了 鸿海 张艺明你可以分析一下 可以啊 我不是分析鸿海 分析鸿海集团 鸿海集团总共15档股票 那请问15档哪一档可以买 哪一档多哪一档空 你如果这个都不会分析 你怎么做股票 有很多鸿海集团的股票是转空的哦 真的吗 15档里面来 这转空很久了哦 对不对 所以你去买当然就不会赚 而且还赔钱 政打就转空了两个月了哦 所以如果你没有卖 对不对 29现在21 哇你又赔了三四成了 汉逊 你不晓得这里反应要重重 不晓得这里三线跌破 哇天哪 你看你要赔多少钱 鸿海呢 来鸿海 为什么刚刚讲过自己在盘整 盘了两个月 你想为什么盘两个月吗 上额卖出下买进 你看过来这边 哇反压在这里 这个反压要怎么样 跳空或带量长红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成立 而且要三线反多 跳空带量长红三线反多 三个条件如果我们要成立 就是不会长 所以你看过去两个月都不会长 哦原来如此 今天有没有跳空 有哦 有没有带量长红 有哦 有来 有没有突破这个反压 有啊 93.4 92.5 有啊 突破反压 所以今天去买鸿海是对的 之前买都不对 之前每天跟你分析鸿海 你也赚不到钱 读台大比也没有用 懂意思吗 为什么 他看不懂这个道理 周线看一下 没错也翻多了 但是鸿海集团最强的不是鸿海 最强是哪一档 这支啦 你去比他现行就知道了 来 这长不长 这个有没有比较长 有哦 来周线 周线一样啊 这个比较漂亮啊 所以看完之后很简单 红海多数指标是红准 不是红海 你买红海 只能算对一半 你今天买以前都不对 今天买刚好时间也是OK的 所以这个道理你搞懂了 以后你做股票你就不会买到 红海集团有很多跌的啊 对不对 你买了半天红海 哇你去买到台阳 天啊 对不对 你要赔很多钱哦 对不对 15档而已你都会搞错 买正打完蛋了 所以股票操作就这么简单 你看我刚刚讲不到两分钟 就把红海集团都讲完了 你也不用乱买红海 一套套两个月 对你要套两个月 你今天去买才是对的 你之前买都不对啊 当你懂这个道理 你的功力就大五低 你比台大更厉害 因为很多道理你都懂了 对不对 有些事早做早好 借掉你的坏习惯 离开你的坏朋友 卖掉你空头股票 空头的股票一旦转空了 今天不处理明天更痛苦 懂意思吗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 我跟你讲你不用去怀疑 这道理你不懂 有一天你买空头格局股票 你会想哭啦 举例一下好了 陈德上个礼拜五跌停板 今天5月18号礼拜一 今天又跌停 连续好几根跌停了 天哪40%了 为什么这种股票张晏敏不会讲 你什么时候听我跟你讲成德很好 没有啊 为什么 最少四五个月我不会跟你讲成德 为什么 就反尼亚很沉重啊 这个卖出去那不是跟鸿海那个点理验吗 93.4嘛 有没有 最后鸿海盘一盘跳起来 他没有盘一盘掉下去了 有没有 所以你看反尼亚很沉重 哇这一路跑都卖去 所以这种股票我就不会讲 我也不会去买 可是你不懂了你就去买 你就去很多人在那边乱讲 讲很多你就套牢了 对不对 利敦上个礼拜五跌停板 为什么 你看他还跌快三成 对不对 你看他什么时候转空了 好像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哇 两三个月了吧 你早就该卖了 对不对 来 波罗威 上个礼拜五也跌停板 短线几跌 快三成 那你看这段什么格局 哇 天哪 怎么这么多反压 那你不知道 你就抱抱抱抱到现在 哇完蛋了 这个伤就很大了 懂意思吗 上个礼拜我签附 签乳的跌停板 一不小心就三成 你看他什么架构 哇 天哪 这转空好久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懂这个道理 你就会乱买 买完之后 你就会全部股票套了 而且会伤得很重 懂吗 来东硕 一根跌停 两根跌停 上个礼拜有三根跌停 来你看 连续跳空 四成了 来 什么格局 哇 早就转空了 不是今天转空 转空很久了 那你不走开 你就会受伤 致远 上个礼拜跌停 来你看连续两根 攀完之后高档 拉一波 攒完盘整之后 连续两根跌停 来 转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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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出现五个反压了 那你看得懂 你就会跑 你就不可能去买这种股票 懂意思吗 时间关系还有很多股票 讲也讲不完 每次时间都不够用 来 你看这股票要不要跑 就不跑会没命 不跑掉下来不得了 你看这些股票 哇 高档空空 第三线也空了 第一线也在临走了 对不对 这两个股票 刚刚三线跌破 时间的关系我真的讲不完 我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避开这些风险 不要让回家路越来越远 当你找到方向了 毫不犹豫 就像上帝要有救 你就把电话打通就可以了 我们进行到这里 明天再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快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11111 大宇国际投库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制付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库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